大家好,这里是纽约皇后区34大道 现在我站的位置是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34大道 交69街的入口 告诉大家好消息 杰克逊高地这条34大道 现在是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是禁止汽车通行的 现在的天是瓦蓝瓦蓝的 真是秋高气爽呀 给大家说一下 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34大道 在这个月的24号宣布重新竣工了 你看路中间盛开的菊花 34大道它被改造成了行人和单车优先的道路 但是旁边的小街这个汽车是可以通行的话 过去一辆车 你看两旁的公寓楼也是古建筑啊 古香古色 这样周围的居民呢多了一个活动的场所 那杰克逊高地这条34大道呢 变成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新广场和共享街道的区块 正前方那栋红色的建筑就是学校 今天是星期三是工作日 所以街上的行人呢不是很多 嗯 看这条路上呢很多银杏呢是我一路走过来 现在走到了71街了 那周围呢有7所学校 你看这是34大道啊 这样做呢方便了周围7所学校 同学们的上学和放学的这个安全 你看有行人在跑步 用这个美女骑自行车 这又来一个 哇路边的巷子可以都开拜了啊 里面可能有葵花的种子 你看周围的小区还是很安静的 夏天的时候应该也是绿树成荫 回头望野 道路两旁的古香古色的公寓楼 那这个社区主要居住的呢 是西语医的朋友 飞医的朋友 当然也有雅医的朋友 这个各民族大融合的社区 哇你看飞机 啊一不小心就走到72街了 加34大道了 继续前行 你看这个骑单车 它也是限速的哈 不能骑的飞叉叉的 你看道路两旁有学校的标志 这些汽车的话 应该是晚上8点以后才可以进来 你看周围的住家库 还有这个万圣节的装饰 在31号万圣节 34大道这里也举行了万圣节的游行啊 非常的热闹 但是我没来 看周围的公寓楼 看着都有历史的沉淀啊 现在我走到了34大道 交73街了 你看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啊 你看转手 在我的右前方 这也是一所学校 这个社区讲西班牙语的朋友比较多 你看打横的 汽车可以正常行驶的 每个交叉路口都有铁栏杆栏子 你看这是学校的校车 美国这个学校的校车质量是非常好的啊 给学校的建筑物扫一下 这个红砖墙是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比现代建筑好看 哇 街边还供奉着神像 看一下 这里摆放了鲜花 还有面包 应该是在这里缅怀市区的家人 哇 又有一台飞机飞过 那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社区 因为墨西哥朋友比较多嘛 讲西语系的 那墨西哥呢 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全国89%的人 可能都是天主教的 走到70世界了 你看 街角处又是一所学校 所以这个 街道搞成行人和自行车优先的街道 这样是非常有用的啊 哇 街边又是一棵很大的银杏树 在阳光下正是闪闪发光啊 满城近代黄金甲的感觉 你看社区也是很整洁 绿化也是很好 别看这些公寓楼老啊 你看这里都是车库 回头望一眼 看街道上没有什么垃圾 现在走到三十四大道交75街了 你看这里的秋色还是很美的 周围都是低层的别墅社区建筑 看都是跑步的朋友们啊 这一个人也在跑步 请不吝点赞 打购买 看这一个人也在跑步的男人 也在跑步的朋友们啊 这一个人也在跑步的朋友们啊 这一个人也在跑步的朋友们啊 在跑步的朋友们啊 这可以说是满园秋色关不住 街套两旁的树枝都红了 道路两旁堆满了掉落的树叶 对面又是一栋古建筑的公寓楼 现在走到34大道交76街了 你看每个路口还设有花坛 对面也是褐色的公寓 平行的车辆街道可以通过 看对面公寓的屋顶的造型像古堡一样非常别致 这台车是装网络公司的车 它是有特别通行证的 它可以白天在这里通过 直到34加77街了 正前方是一个公园 两旁平行的街道的社区也是很干净整洁 这个绿色的通道就是专门骑自行车的道路 那新闻说呢 这是由以汽车为中心 迈向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街道的重置的典范 所以说这是纽约的一个模范的一个社区 重新改造的 相当于打造一个 你看街道两旁还有很多木制的桌椅 你看中间的前面还有很多休闲的铁制的椅子 很多人坐在那里 那盛世市大道改造好以后呢 说不定纽约很多其他的社区呢 也会发展成为这种模式 以行人优先啊 漂亮的铁制小桌椅 那新闻说呢 自34大道开放街道使用以来呢 当地的车祸和行人受伤的事故下降了41.7% 现在走到78街了 彩绘的凳子写着杰克逊高地 那政府表示呢 也会将这种模式推广到纽约市的其他社区 完成单车道共享街道 哇 你看转过来公园的路口 还放着一个卖D70的车 你看其单车也是限速的啊 那政府说呢 希望其他社区呢 也完成单车道共享街道 行人广场 住宅走廊的这个一体化的建设 同学们上下学也就安全 那给大家说一下 纽约皇后去捷克逊高地 这条34大道呢 它是一条全长1.3英里的路段 好那今天就来游一游这条改造完成后的34大道 你看冬天坐在这里晒晒太阳也是很惬意的啊 你看对面的公寓楼也是很漂亮 那大家刚才看到了 这条34大道呢 它是限时速的哈 你在这骑车的话都骑自行车 踩单车都是每小时5英里的限速 一路走过来呢 也看到了哈 这里设有两个完全的街区 是完全共行人使用的 那就是现在我走的这个街区 你看 看限速的标志啊 那刚才给也给大家说了 由于皇后区捷克逊高地这个社区呢 大多数都是移民 这里也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社区哈 我之前来拍过这个社区的商业区 那今天呢 就不拍这个社区的商业街道了 就拍这个住宅的社区给大家看啊 朋友们看 这对面又是一所学校啊 这里是79街 前面是80街 你看妈妈推着宝宝 你看很安全 只在这里 所以政府说呀 虽然这是一个移民的社区哈 但是希望像 纽约其他社区一样 这里的 居民啊 应该享有开放的空间和安全的街道 那接着刚才再介绍一下这个捷克逊高地社区 它是纽约市皇后区西北部的一个社区 挨着那个艾姆赫斯特 大家知道有名的艾姆赫斯特医院呢 就在附近 那做7号地铁线呢 就直达我们纽约华人社区法拉圣哈 我们华人的首都 也是两个社区也是挨得很近的 那你看这些公寓的小阳台好别致 旁边公寓的一个入口 那在1900年代呢 最早的殖民时代呢 这里还是一片沼泽 被称为列车草原 你看这里又是一所高中 再来拍一个公寓的入口 那这个社区为什么叫做捷克逊高地呢 这个名字来源于约翰西捷克逊 他是纽约皇后区最早居民的后裔 同时也是有位受尊敬的这个皇后县吧 以前的一个企业家 哇你看每个门 你看这片公寓的每个小门 都设计的这么别致啊 旁边的植物也是很繁盛啊 在夏天的时候肯定也是很漂亮啊 这是贝德克斯送快递的来了 好往回走回到三四四大的 大家看虽然这是一个公正阶级 无产阶级社区 但是比纽约其他那些有钱社区 我觉得并不逊色啊 大家觉得呢 你看勤劳的小贩已经出贪了哈 你看看这个小区的绿化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杰克逊还要加一个高地呢 只要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走到三四四大道 加八十一街了 你看两旁的街道也是非常的整洁 干净 真的我看不到垃圾 非常的漂亮 旁边的公寓楼 旁边的公寓楼 你看拐过来 这片小绿地是一个教堂 教堂今天没有开门 这个教堂叫圣马克思主教教堂 这个大门是关着的哈 你看对面的灰色的公寓楼 也是古香古色的 家庭的门口还有一个小木箱 里面的书籍是免费拿取和捐赠 现在是走到了三四四大道加八十二街的路口了 那接着说为什么捷克逊后面要加个高地呢 它是为了复印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高地社区 那也说明了这个捷克逊高地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社区 你看街道的入口处 这里有个小贩 你看前面有校车 应该前面也有学校 这条三四四大道真的是闹钟取尽 现在走到三四四大道加八十三街了 你看真的可以说捷克逊高地是纽约皇后去的一颗明珠 现在走到三四大道加八十四街了 你看这个社区多么安静 但是在地铁站又是非常的热闹 商业区非常的街机气 浓浓的生活气息 那在捷克逊高地呢 不仅有细语语的朋友 拉丁语的朋友 非语的朋友 还有亚裔的朋友 更有南亚的朋友 包括很多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每个路口都有这个限速的标志 再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捷克逊高地 还有旁边的艾姆赫色社区呢 也住着很多我们中国的藏族人 藏族同胞 所以说呀 这个纽约皇后去的捷克逊高地呢 是纽约的一个民族大熔炉的社区 大家看街道两旁全是这种花园公寓建筑 这些是非常的多样性 你看每栋这个花园公寓大楼建筑都不同 你看街边很多 你看街边很多枝繁茂盛的这个银杏树啊 都是长了很多年的 前人栽树后人神良啊 好边走边说 现在走到了三十四大道加八十七间啊 那给大家说一下 纽约皇后去捷克逊高地 它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兴起 因为这里刚才大家看到了有很多 独特的花园合作的这种公寓啊 是非常的出名 吸引了很多中产阶级 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呢 很多中产经级的专业人士呢 逃离了曼哈顿 因为曼哈顿的房价过于高和比较和人口的过于拥挤 很多人搬到这里来居住 走到了八十八街了 那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捷克逊高地旁边有一个木边社区啊 那里住着非常多的菲律宾人 那也叫做小马尼拉啊 之前的视频我有拍过 那这个捷克逊高地这个社区的主要商业街道呢 就是罗斯福大道 那我之前拍过 上面就是七号地铁 直达我们华人社区的首都法拉盛 只有几个站 今天就不去拍了 今天主要就拍这个社区嘛 这个三四四大道啊 那捷克逊高地最繁华的罗斯福大道呢 它的繁华程度和我们华人社区法拉盛是有的一拼啊 也是非常的热闹 街边白满的地摊 现在走到了八十九街加三十九大道了 你看两旁的公园 那捷克逊高地的北部边界呢 是大中央公园大道 那它的东边呢 是东爱姆赫斯特 那里也有一个咱们的华人社区哈 爱姆赫斯特 你看前面一位印度小姐姐哈 马路两旁的小花园 还装饰的万圣节的装饰 那今天来的这个捷克逊高地 它的东边呢 不只是和东爱姆赫斯特那边八十六街街壤 也和可罗那的东部街壤 以及江森罗瓦大道 那艾姆赫斯特呢 它是位于罗斯福大道以南 这两个地方我都以前拍过的 现在走到了九十街加三十四大道了 那这个社区它的西边呢 我刚才说了就是木边社区哈 就是小马尼拉社区啊 之前也是拍过很多很多遍了 那捷克逊高地 我也之前也拍过这个社区的小印度 小印度呢是位于第七十四街和三十五大道 现在走到三十四大道加九十一街了哈 你看两旁这种公寓楼它都是四层楼到八层楼最高哈 八楼最高了 观察了一下 那捷克逊高地这个社区呢 也有很多美食餐馆哈 印度菜泰国菜马来西亚菜中国菜 每个国家的都有 你看这种花园式的公寓楼非常的好看啊 大家看眼前这些花园式的公寓楼啊 它的修建呢都是受到英国花园城市运动的启发 那这边万圣节的装饰还留着 你看老外他们都是把松树种在门口哈 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你看乌盔代表的长寿哈 全世界的人民都喜欢 你看两旁有很多小型的低矮的别墅群啊 你看现在走到了三十四大道加九十二街了 走到了三十四大道加九十三街 你看正对面前方又是一所学校 建筑也是非常的普普典雅 前面这也封的路的啊 那这片区域呢就是汽车是完全不能通行的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是不可以的 你看杰克逊高地三十四大道两旁的社区是非常的安静啊 但是在他们的商业街道罗斯福大道啊 那里交通是非常的拥挤 上面是走的七号线的地铁啊 下面就是双行道的汽车啊 每天是毒死车了 并且呢那里的犯罪率也是比较多的 哇突然碰到这里在 哇这里社区在发免费的食物 你看好多人排队领取哇排了这么长 你看这个社区还是有很有爱的一个社区哈 很多公益机构在这里发放食物 因为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社区嘛 有很多低收入的家庭 这里是三十四大道啊这里是三十四大道加江生不罗瓦那前面就是九十六街那这条以行人和自行车道优先了三十四大道的就差不多关到这里了你看前方有一个小公园 那正前方这条三十四大道呢前面是汽车可以通行的了你看这里有个超市啊 那今天这个纽约黄口区捷克逊高地改造后的三十四大道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你看后面好多人在排队领取食物 Ey look like you looking at the whole squad 你看在查阶长的队州哈基本上都是妇女朋友在领取哈 你看排队长的队 region limite